开学之后 今年的巡回 会巡回到五个学校 知识设定的主题是 发现你我他 最主要是艺术 其实通常就是探讨三个 比较重要的主题 就是人 人怎么面对自己 面对他人 那或者说 他面对生活会怎么样的处理 就是面对他自己的生命 所以一切以人为本开始 所以我们希望 透过各种不同的 这个可能性 透过典藏品 还有现在正在 高美馆展出的 这个萌娜丽莎的 这个特展里头的 这个展览品 能够跟小朋友 妥善的沟通 那最深的期待 是让他们 也变成一个种子学校 带动他们的亲朋好友 同学 或是周边的邻里 到最后能够真的 因为基于对 这个展览的喜爱 和启发 最后 拨空到高雄市的美术馆 看真正的展览 体验真正的这个正经 你看这个线条 刚刚老师有说 它是画得很快 还是画得很慢 画得很快 画得很快 好 就能画人像画 不是只有 画一个头 或画一个脸 有时候是怎样 全真 对不对 好 我们美感教育 希望从小扎根 也希望美感教育 点线面的扩展 让我们的美学学习 成为一种力量 这样的一个资源 然后丰富我们的美感教室 让老师带领着孩子 在这个教室里面 去体验 去探索 去发表跟创作 让孩子 透过这样的美财 展现 他们在译文的一个 参与体验 跟实践的这样的教育行动 跟学习行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式 也推荐给大家 感谢观看